作词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一月份是第一次嘛 然后二月份我们就是过农历新年的话题 那所以三月份这个等于是第二次 三月份是第二次 怪不得 感觉很久是吧 对 那星云说记呢 其实是由大师的著作 他本来那本书就叫做星云说记 一共有四册 那么之后呢 就是经过大师指导 那么再从中选出一共有一百篇 一百篇的佛门的诗迹 或者古德法语 然后就把它编作是教科书 那么这一套教科书就叫金玉满堂教科书 其实我很希望我们下一次有机会 下一周刚好是人间伐海 说不定我们可以安排来介绍一下 对 因为现在全部都出奇了 十大类都出奇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单元叫星云说记 那么就从大师的这个著作里头 选出了这一首 这个祭语啊 我想还是吕杰念一下好了 好 这一期的祭语 其实是在我们星云说记的第一册 那第二课 其实上次我们是第一课是吗 是是 对 这是第二课叫做人生难得 人生难得 今已得 佛法难闻 今已闻 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像何生度此生 这个之所以我特别选这一首祭语呢 是因为明天啊 3月15号星期天啊 那么早上一样10点钟共休 然后下午2点钟 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是我们人间学院的开学典礼 那我也做好准备 怎么跟大家报告 这个2015年呢 所有的同学们 在这个佛光山的教育系统下 有哪一些要参与一些学习的 对 我相信很多人在等待的这一天 因为其实也意味着春天的开始 是 像天气一样啊 另外我们的佛光园也差不多ready了 是 我前几天还特别去万节佛光园 看一看哦 因为它地板一铺好了 油漆好了 就感觉灯光也好了 就觉得好像已经是完成 但其实只有前半段 也可以讲差不多三分之一吧 因为有一个小小的流通处 有一个小小的滴水房 当然还有一个大大的禅堂 那个后半段滴水房禅堂 那一部分呢 都应该是 我想是下个星期一 开始就进入到那一边的准备了 那前半段这一边 我们在这个大厅啊 就是有这个书架 月览桌啊 这些啊 那么总是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就去把它陆续准备好 那么四月份开始的上课 还是在万景佛光园 就正式要上课了 那才艺班啊 佛学班啊 这些都开始了 对很多人期待哦 是 但滴水房没那么快 大概要五月份 而且就像我之前讲的 还是得要采用会员制 这个佛光会会员啊 对就是上周您提到过 其实3月8号那天 其实是我们这本 多伦多佛光山的这个滴水房 最后一天对外开放 其实是是 那天滴水房确实是很忙 很多人都说 哎呀 一个月吃不到面 赶快来 对因为那天节目之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话题 其实稍微带了一下 就是像您刚才提到过 就是说将来以后 这个佛光山的滴水房 其实只是对 我们佛光山的会员开放了 那么您能稍微解释一下吗 确实因为有些朋友 他是过来 他也许他不幸福 可是他知道 这面很好吃 对 趁这个机会讲一下 其实这件事情 我们考虑了将近半年 一直在商讨着 一来是他人 天天这样大排长龙 我就是看着义工辛苦 总觉得人多当然好 我们浦门大开 欢迎大家来 但是呢 我后来听到 我们这发心的义工说 有一些人来 他对义工的态度 他们大概不晓得 他们是义工吧 就叫喂服务员 就也很不客气 那这个倒其次 我们这个义工 这么长久来 没跟我提到过 那么就是说 我是看着他们 好像现在是因为 那个smartphone 那个智慧型手机 他就是走到哪里 你去Google 哦附近有什么餐厅吧 也不晓得是谁 把我们推荐上去了 就最好是五颗星 我们是四颗半 然后就会 凡是要找餐厅用餐的人 他就是说 因为我们实在讲 不是餐厅 对 实在讲也是 我们的地方小了 也做不起 尤其我们是非牟利机构 所以我也不想这样子做 那么本来服务会员 但后来呢 就为了说 哦我们广节善员 没关系节节圆 这样 那大概他们看 哦面又便宜 又美味 场地又好 人又很nice 就 名声越来越大了 也不用给小费 也不用加税什么的 通通都免 这么好 就变得一船十时穿百 真的 我看会员信徒都进不去 那么倒是路过的时刻 很多 所以我就说嘛 我们这样一直观察 评估怎么办呢 其实大师要我们到场 如果场地许可 有一个滴水房 就是方便信徒回来的时候 约个朋友过来聊聊 怎么样 或者自己义工 休息一下 喝杯茶 谈心论道 那么过去是可以这样的 但这几年来 大概随着这个 手机的搜寻方便 变得反而信徒进不去 这些就是我说有待评估的 当后来呢 我想还是 就是采用这个叫会员制 当然现在因为滴水房 就是说确实也有一个 调整的修缮的工程 时间也久了 地板也坏了 有些柜子也是都需要 稍微整修一下 所以也是在工程中 那么也就停一个月 暂停一个月 那么到四月份 在恢复开始的时候 我们最近也一直都在讨论 要有一个定案 那原则上 我这样听下来 不管是到场的也好 万景佛光园 未来滴水房 大家都很认同 是for members only 会员制 那么也有人建议说 但如果不是佛光会会员 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我们还是建议 加入佛光会的会员 有好多的好处 那如果你说 你就是不了解 不想加入 没关系 我们可能会要成立 滴水房的会员 总之它就叫做会员制 滴水房 就他们可以成立会员 有一个滴水房的会员证 那么只是说平证呢 它这个 比如说一碗面 当然我们佛光会的会员 应该优待一点吧 平常是做了那么多慈善 做那么多义工 所以也应该的 那么就是说 可以这样 也让一些 真的喜欢我们 滴水房的朋友们 他同样一样 都要缴年费的 那么就 一个是滴水房的证 一个是佛光会的证 这样 就有一点点区别 但也可以 就是提供到 他们真的很喜欢 也不至于就好像 这个望面心叹 所以还是有一点 我们还在规划 我想这个方法 就是说运作模式 一旦确定 我们会做海报 张贴 其实在这个设计上 我特别要把大师 为什么要办滴水房的 这个用意 用中英文 也要印出来 另外呢 还有大师提倡 这种报恩 感恩的思想 那么从半碗咸菜 这个是有个小故事的 就大师说 他还是小沙咪的时候 有一次病得很厉害 那么就是大师的师傅 我要称师公的 那么师公自开上人 就要试着 送了半碗咸菜 给当时的大师 那师傅就说 他就捧着半碗咸菜 落泪感动 我的师傅记得我 我的师傅这样关心我 师傅说 他是对着半碗咸菜 发愿 我如果不 红法度众生 我就无以报施恩的 所以 像现在人 你给他吃多好 用多好 他都不一定会感谢 那但是当时 小沙咪的师傅 就对着半碗咸菜 然后发 若不红法度众生 真是无以 这个此生 无以报施恩 那么 所以我想把这些理念 还有说我们地水坊 都是义工在照顾的 那么都要把它 树株图文 让大家知道 然后也有一点书香味 把一些书本杂志 大概就是朝这个方向去设计了 对 我觉得也是这样是应该的 因为像以前 我一些同事 一些西人 住在这个附近 他们也听到我说过 也过来吃饭 也很喜欢 他们想给小费 他们说不要 为什么不要 我说这是volunteer 他们才知道怎么回事 要不说他们还真的是 就是一位餐厅 OK 所以呢 看来也是个因缘 走到今天来 因为太受欢迎 我们不得不稍作一点调整 但是如果真的欢喜 我们低学房这种气氛也好 包含其实就是义工的这种服务呢 跟外面那种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就好像回家一样的 他看所有人进来 就像自己一家人这样 那如果也很欢喜这种气氛的话 那就无妨就是申请个会员证就可以了 不管是佛光会的会员证 还是我们低学房会员证 都很欢迎 但至少呢 我们在人家的那个查询上头呢 他至少他要修出来 这是for members only 那这样就减少了一些 人家只是找个餐厅 那这父亲这么多嘛 像这样 我就觉得要做这个调整 好 师傅 你看我们这整个一段时间都是讲 还没讲到 还没有讲到际语 好 那我们时间到了 先休息一下 回来再讲继 随时照顾念头 就是戒律的持守 分秒把握当下 极为禅定的显现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寒冬渐渐进入尾声了 春天就要来了 没错 春暖花开的确是个令人心旷神医的好消息 我还有更好的好消息呢 那就是多人多佛光山人间学院 山岳座即将要开学咯 除了佛学班 禅作班 还有各项才艺班 像是太极 瑜伽 书法 插花 养生舞 合唱团 还有少年功夫班等等哦 佛光山人间学院 是您全家心灵的加油站 欢迎报名参加人间学院 详情请假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 人人一盏平安灯 普照世界放光明 新春平安灯又叫福田灯 有迎新春那吉祥的好彩头 多伦多佛光山将于3月20日农历 2月初一上午10点举行平安灯圆灯法会 祈愿以功德回向大众 平安吉祥 家庭圆满 佛光普照 社会和谷 欢迎和服为临 碾香祝导 同瞻法义 查询电话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浏览网站 www.fgs.c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六道之中 你可以有福报 可以做人 得到人的这个设身 这个身体是非常难得 叫人生难得 那现在我们已经好不容易得了这个做人的这个机会 叫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小看 你说 呀 现在上网多容易啊 你看我这不就在网路上 或者说我在radio里头都听着你们在介绍一些佛法 多容易啊 可能有人会觉得不难不难啊 对 还有人说比如拉了我去参加法会 拉了我去那个道场 这个道场 我就很容易又去了 多得很 机会多得很 但为什么讲佛法难闻经已闻啊 这个所谓的难 我举例讲 就是比如讲 有些想学佛的听法的人呢 他真的要找到一个正心的道场 去清静去听法 真的不容易 那么也可以讲在现在的 不管是台湾啊 香港啊 真的 这个佛教普及化 那要比过去要容易得多 那么现在在中国 就大陆国内呢 慢慢的这个机会也多 是 那有了网路 当然就方便了 但是呢 其实网路的资讯 我也曾经看到 这个好像是佛教网站 写着Buddha什么什么 我就进去看一下 发现 当然有一些是真的蛮不错的 资料都很丰富 但是大部分来讲 那个层次上并 良有不弃 是 就这个意思 那么所以在佛头跟我们讲的 这个三十七道品里头啊 有一个七觉知 另外有其中七项 第一个就叫 折法觉知 折法就是 你有那种能力 有那种智慧 去判断这个法的真伪 你有那个能力去辨识 这个是 究竟义 还是不了义 或者这个是 真的佛教的真理 还是这个 只是借用佛教的名义 然后不是真实的 也可能是虚假 或者甚至于是错误的 你要有那种叫折法 简折佛法的真伪的能力 这个不容易啊 所以说能够这样 像听众朋友们这么有福报啊 打开radio就可以听 或者是说 我们明天要开学了嘛 好像很鼓励大家来听课 但是不是每一个地区 都可以有这样的福报 或者机缘呢 所以多伦多还算不错 福地啊 很多人讲多伦多是福地 福地福人居 那么我所知道 有些人他要听个课 他是要开车 两三个钟头啊 才有道场可以清静 像这些真的也不容易 那么其实佛陀在经典里头 告诉我们说 不要以为做人很容易哦 那个做人的那个比例 怎么说呢 就像我们这个教科书里头 其实也有讲到这一段 对就是这点呢 可能很多朋友出入佛门 或者是以前 没接触过佛法的人呢 他们就有点疑问 就说哎呀 地球上这么多人 人很难找嘛 人口还在爆炸呢 其实呢 就整个的生命的总数量来说 比例上来说 得到做人的机会 他的比例啊 就像所谓爪上尘啊 就是指甲缝里头的一点点 灰尘 那在其他道 就六道里头 除了人间道以外 做其他的这些 他如大地土 地球上的泥土 尘土有多少 比例上 一个是爪上尘 一个是大地土 像这样子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既然这么难得 所以做人要好好做就是 那其实 佛陀也告诉我们 说好了 你现在作为一个人 但是是怎么样的人呢 你要有福报 你就不落入八难 你就不会遇到八难 那这八难是什么呢 这个在应顺法师的这个著作 《成佛之道》里头 他用寄语的方式写下来的 说离彼三土苦 不生长寿天 这就四个了 离开三土就三恶道了 这个畜生恶鬼地狱 就离彼三土苦 不生长寿天 因为在天界享乐太久 已经忘记自己是怎么修了福报去的 所以这就四个了 所以这就四个了 然后佛士生中国 根据离邪见 佛士就是说 刚刚已经四个难了 你是听不到佛法的 因为这三恶道都太苦了 哪有办法去听法 那天界太享乐了 他忘了要听法 没有听完佛法的机会 就刚刚讲的这个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不逢佛士 你没有遇到佛陀 这个注释的时代 你也听不到 不逢佛士 另外如果你出生的地方 是没有佛法流传 你像我们遇不到佛陀 注释的时代 但是我们遇到 有佛法流传的地方 那在这个佛经上形容说 没有佛法的地方 就是边地 边远 好像比较落后的地方一样 所以边地就不是中国 对 有佛法的地方就叫中国 但这个中国不是China 它是叫做有佛法流传的地方 就叫中国 好像国土的中央的意思 像我们一般讲中土 对 那么如果你身不逢佛士 或者又遇到是边地 听不到佛法 就没有生在中国 这加上这样就六个了 另外还要根据 如果你这根是指六根 万一六根不健全 比如说眼睛看不到 耳朵听不到 像这样 像有的人脚不方便 走不到 这些都叫障到 障碍听法的音源 所以这根据 那你还得要六根玩具 就完备 我以前在台北服务的时候 遇到有一个青年 带他的朋友来 他是眼睛不能看的 眼盲的人 所以他就问 我们佛经有没有点字板 他说他知道 他眼睛看不到 就是有业障 就是盲文版 就是摸起了那样的字 但那个在二十几年前 二十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没有 但是也因为这样 我就比较会关注 就是盲人 或者你说我们讲法好了 他盲的人他还能听呢 那他聋的人呢 当然有的人还是可以看 就是说看你哪一方面 在怎么困难 你都知道说 我越是困难 我越加是需要 但总是相较之下 是听闻佛法 学习佛法是有障碍的 所以也是八难之一 就是六根不玩具的话 不完备的话 另外最后一个第八个 就是这个离邪剑 就是说你出生的这个家庭 假设生下来 他就是信奉其他宗教 比如回教啊 基督教 那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那另外是有一些人 他是自己的那种 错误的见解 偏激的见解 成见等等这些 我们同城都知道邪剑 那就也是八难 也是障碍天文佛法 所以人生 要得人生 佛陀还讲了一个辟语 说就好像茫茫大海 有一只乌龟 那个乌龟呢 是盲的 瞎了眼的乌龟 他在海上飘 他想上岸 可是他不要说事故忙忙 因为他根本就看不到 他不晓得这样浮浮沉沉 在这个海上要多久 他很累了 他就要沉下去了 那他摸不到岸 他在这个 这就好像我们人 在生死中浮浮沉沉 生死疲劳 这个是莫言老师 他说他借用 八大人觉经里头的 佛经里头一句话 叫生死疲劳 就写了一本小说 那我讲回来 就是我们的人 在轮回生死 叫生死疲劳 那么佛陀用这个乌龟 他也忙 那上不了岸 就在他要沉 他很累了 就在这个时候 飘来了一块浮沫 浮沫 刚刚好飘到他身边 刚刚好 浮沫上头有一个洞 刚刚好 这个乌龟快要沉着 很累了 那个浮沫飘到他上面 他头刚刚好探出去 就挂在那个洞上 就喘了一口气 我讲了这么多个刚刚好 这个叫一时千载 千载一时 就是佛陀形容 说叫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作为一个人 你不要埋怨自己 顺不顺利 有没有别人好 你都不用这样比较计较了 要知道很感恩的 修得不错的 这是多么难得的机缘 让我们得到这个做人的机会 是用这样来形容给我们听的 不但是做人这么难 同时又远离八难 这个好像更难 远离八难你才听到佛法的 所以我想 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应该就可以感觉得到 原来自己还真是不错了 又可以做人 这人生难得 经已得 已经得到了 那佛法难闻 你看 现在不正在听吗 静已闻 此身不像今生度 你这个身 这个身体的身 此身 不像今生度 你不在这一身 你就让它得度上岸 不要再轮回 当然更加不要再沉沦 堕落了 此身不像今生度 更待何生度此身 你要等到哪一身 哪一世 再有这个得度的因缘 这个是我特别在开学典礼前 我们与幸福有约 我在师父的祭语教学里头 选出了这一首 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 珍惜自己 这一生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有听法 因缘的人 好好珍惜 而且也不是只有听 听了还要去练习做 对 那听众们如果他觉得想练习做 正好也是听的是佛光山的节目 也愿意跟佛光山结缘 那么下一段 能不能请师父来开始一下 就是我们人间学院开业 会有哪些课程 好 独处 独处虚内观 看无相之相 静坐常内省 听无声之声 人人一盏平安灯 普照世界放光明 新春平安灯又叫福田灯 有迎新春那吉祥的好彩头 多伦多佛光山将于3月20日 农历2月初一上午10点 举行平安灯圆灯法会 祈愿以功德回向大众 平安吉祥 家庭圆满 佛光普照 社会和谐 欢迎和府为临 碾香祝导 同瞻法意 查询电话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浏览网站 www.fgs.ca 好消息 除了佛学班 缠作班 还有各项才艺班 像是太极 瑜伽 书法 插花 养生舞 合唱团 还有少年功夫班等等哦 佛光山人间学院 是您全家心灵的加油站 欢迎报名参加人间学院 详情请假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 星云大师开创了多伦多佛光山 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k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 请下905-814-0465 905-814-0465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顾师傅 我们刚才呢 其实把寄语讲了一遍 其实到后来呢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听了之后 我相信您最后那段话 其实让很多人深有感触 因为听到最后 我觉得您的最后那个结语 是很有力量的 就是像您是有这种天分 就是能有能有点就是怎么讲呢 能让很吸引人 您的音声和这个 虽然柔软 但是有力量 能让人听得让人觉得有一种 很有吸引力 我希望除了吸引力 还要有影响力 对 所以我在想 如果您的这番话语 打动了一些听众的话 也许他们明天真的就会来 是 其实我觉得你来 你不会有损失的嘛 那基本上呢 其实我知道我们原本的学员 大概两百多人 肯定都会来 那真是广摇 这个天下 这个有缘大众 有这个机缘 同时您都已经来到多伦多 实在讲一句 我知道很多朋友们 是在其他国家 对我们的网站上头去听 甚至于把我们的讲说 就是有的道场是播放给 他的信众听 那有一些是佛光会 分会或者读书会 把我们的这些 这个看哪一个环节 他们要听过之后 他们还要特别download 听然后他们去研讨等等 或者说只是分享 就是听 他们就上网听了都很高兴了 当然我也听过说有 特别要看我有两本书嘛 那那些因为是在北美洲的生活 他们就觉得说 很有另外一番的 不同的这个见闻 说到这个您的两本书 我顺便插一句 就说您的有声书 录到什么地步了 其实呢 过年的时候 我录了才一篇 那我们的美晋师兄 当时因为过年 他那个配乐呢 就过年的气氛 那么我就跟他讲 我说过年了 热闹一下没关系 但我还是希望我 另外读他配的音乐呢 是比较清雅一点 他那个是过年版 是吗 对鞭炮生生的那种 对 所以真的是要另外路过 好多事情可以做了 这还有好多人在问第三本 我本来已经承诺人家说 四月份吧 就要进行一些整理工作 但今年呢 出门就多了几次了 马上月底就要出门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不错了 这个天天忙 也永不老 也永不病 也没空烦恼就是了 是 这也很好 不过讲回来 我们人间学院呢 我还是觉得说 你来听 那么能够有的人 他会全部的课 他要来听 其实所谓全部的课呢 上学期才八堂 上半年度 然后下半年度八堂 就这么少的时间 不像以前 全年度都可以连下来排 今年我们进进出出的情况 也多 那当然上学期两个月 下学期两个月 那这个上学期 其实还有两个月呢 我们是转变形式 是以读书会的形式 来进行佛学的学习 所以就 我在想是 明天开学典礼 我会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整个今年的 怎么安排 那特别这个读书会的部分 我要再 比如讲明天是十五 三月十五星期天 那么再下个星期天 三月二十二星期天 那我们一样早上共休 下午一点半会早一点 就是有个佛光会的干部讲席 那这次通知的大概两百多人 所有分会干部 包含同军团的leader 包含残疑班的老师 中文学校的老师 所有这些 他除了是说认识佛光会的理念 还有某一些分会 他的食物怎么操作 那么多一些参与社区 或者服务会员 那另外呢 特别在有多出一个小时呢 是做环保的这个实际 怎么做 怎么在居家 怎么去做环保的实际上的培训 像这样 这是三月二十二 然后再下个星期天呢 就三月二十九 那么三月二十九 一样早上共休 下午两点呢 我要示范一个叫 经典读书会带领法 也可以讲 你是读书会 他当然带领法 那这是比较针对召集人 那另外呢 叫经典读书会的阅读法 就是你自己 我会以观音菩萨的普门品 作为一个范例 你怎么去阅读 进行理解 还有怎么样去 从段落中 怎么去掌握重点 像这样 就以一部佛经 怎么样加强自己 就提升自己的阅读 兴趣 阅读的这个收获 那我看看 这个时间上 可以的话 我可以再用一篇文章 就说你看文章 你怎么去分那个段落 掌握重点 不然有些人 他看了半天的 或者听了半天 你问他 你今天去读书会 读了些什么呀 他可能回来 不记得了 那我读书会 其实是我们 佛光山的一个 比较独特的一个 活动 那我们是不是会有一期节目 专门介绍这个读书会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来规划 对 因为像我们都 一说读书会 都很熟悉 可是听众朋友 可能觉得 读书会 这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这是个什么样的活动 什么样的形式 那是干什么的 他们也不太清楚 也许我们 吕杰 我们做个功课 我们来设计一下 就是说 我假设用一篇文章 当然不适合太长 因为是听 但是我们总要一个范例 或者是一段短片文章也好 蔡根坛也好 或者一个小故事也好 然后我们来 模拟读书会 对 是小型读书会 只有两个人 好嘛 示范的 对 那师傅 其实我们的人间音源节目也到了 对 你有什么歌要介绍给大家 我今天特别推荐的这一首歌叫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 因为我们学佛真的要闻思修 然后入三末地 就是说你来学习 你来听 我不是只有教你就广听而已 你听了之后你要去思维 思维你会产生疑问的 佛教是鼓励你提问 所谓提问就是 就像扣中大扣大名小扣小名 你不扣他就不明 所以是不怕你问 只有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你只要提出来 大家即使广义 多方学习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就想这首歌 它其实几个不同版本 那因为我们今年度有很多儿童的青年的 这种学佛的一些安排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儿童合唱团的版本 给大家欣赏 好 我们来欣赏一下 师傅啊 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今天因为是佛光山人间姻缘活动的音乐发表会 这我知道 人间姻缘歌曲发表会 是国内办的最棒的活动 待会我们还可以欣赏到 龙潭乡武汉国小和尚团的演唱 武汉国小 武汉国小就在我家旁边 他们今天要来唱什么歌曲呢 为什么 为什么 不为什么呀 因为我想知道他们要唱什么歌曲啊 为什么 又为什么 师傅 难道你不想告诉我他们唱什么歌曲啊 我正在告诉你 他们要演唱的歌曲就叫做为什么 原来武汉国小合唱团要唱的歌就叫做为什么呀 是啊 哇 那真是太棒了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好多好多个为什么呢 好多好多的为什么 为什么呢 我一直在想啊 为什么鸟儿会在天空中飞翔呢 为什么鱼儿会在水中游游啊 为什么小溪会在山里头奔腾 还有还有 为什么人们会在世界上生活呀 为什么呢 你这些为什么 待会武汉国小和尚团就会唱给你听咯 真的呀 不过你要好好地记住 没问题 不过呀 我还有个问题要问 请说 师傅啊 为什么你长得这么胖啊 这不叫胖 这叫壮 好了别求我了 我们来听他们唱歌吧 好 请欣赏武汉国小和尚团 为我们带来的为什么 掌声欢迎 文贵鸟儿为什么在天空好笑 以为天空有美丽的云朵 文贵鱼为什么在水里游游 以为水里有爱的朋友 文西流为什么在山里奔腾 文贵鸟儿 文贵鸟儿为什么在世界生活 一位山里有尽量的微风 一位世界有自卑的活动 怎么样唱得很好听吧 嗯 没错 诶 师傅呀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请说 为什么鸟儿会在天空中飞翔呢 哦 那是因为在天空中有美丽的云朵啊 哦 那为什么鱼儿会在水里面游游呢 那是因为在水里面有可爱的朋友 哦 那么为什么小夕会在山里头奔腾 还有 为什么人们会在世间上生活呀 那是因为在山林里有清凉的微风 还有在世间上因为有慈悲的佛陀 哦 哦 我们继续听歌 哦 哦 哦 我没了为什么在天空偶像 以为天空有美丽的云朵 我有鱼为什么在水里游游 以为水里有可爱的朋友 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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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仰能开阔思想 信仰能解脱烦恼 信仰能美化生活 信仰能安住身心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寒冬渐渐进入尾声了 春天就要来了 没错 春暖花开的确是个令人心旷神医的好消息 我还有更好的好消息呢 那就是多伦多佛光山人间学院 山岳祖即将要开学咯 除了佛学班 禅作班 还有各项才艺班 像是太极 瑜伽 书法 插花 养生舞 合唱团 还有少年功夫班等等哦 佛光山人间学院 是您全家心灵的加油站 欢迎报名参加人间学院 详情请假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 人人一展平安灯 普照世界放光明 新春平安灯又叫福田灯 有迎新春那吉祥的好彩头 多伦多佛光山将于3月20日农历2月初一上午10点举行平安灯圆灯法会 祈愿以功德回向大众 平安吉祥 家庭圆满 佛光普照 社会和谐 欢迎和府为临 碾香祝导 同瞻法意 查询电话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浏览网站www.fgs.ca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那么这是最后一段了 师傅您可能要告诉我们明天的活动的内容 那么主要是不是介绍人间学院有些什么课程的设置 明天的人间学院其实分几个段落的 一个当然就是佛学班 佛学班我讲说一样有分初中级 只是今年度 我们按照去年前年的观察 就是说我们把初级跟中级都设为一个半小时 那么比如讲说晚上这一班呢 就会从七点上到十点 那十点再回家去 其实我们这样看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好 虽然学员都一直说 哦没问题没问题 但是我始终觉得保留这个观察 然后到今年呢 真的我们商量之后就调 就是说初级班50分钟 中级班还是一个半小时 那这个上课时间呢 就会从比如晚上七点 就会上到九点半 那一样可以兼顾初中级 您说是这两个班是在一起 假如说都是周五的话 那50分钟是初级班 然后剩下有一个半小时是中级班 那这两个班的层次会拉得比较开一点 那当然有的人他就是 反正我都出门一趟了 我就是两个班都听都报 那有的人呢他就觉得说 我不急一下子做两个半小时也很累 他就就先参加初班的 那就是50分钟 他就回家去 也不用出门那么久 那就会从七点到七点五十 休息十分钟 那初级班有些人 他就会先回家了 那你八点钟八点半回到家也还好 那么这个是 那这个课程呢 还是以帮大家打基础 就是说他是初级班嘛 所以前色堂课呢 是以学佛行仪为主 我们这样看呢 还是有一些出入门的人 他对于你参加法会的 这怎么合掌啊礼拜啊 或者是说你参加供修 怎么绕佛啊这些 尤其都距离上一次上课 其实都将近半年了 是 五六个月啊 那么所以有些出击入门的 就从这个课开始 那另外 这个课有四堂 这个学佛行仪 但到第一次堂的时候呢 是禅座指导 那么讲到禅座 今年到场 在禅座课程上 除了有中文的 有英文的之外呢 就是说每个星期 就中文的星期四 在到场啊 禅座班 除了每个星期一次的禅座班之外 另外会安排有一天之一日禅 一天的retreat 那么另外到了暑期 六月份呢 是这个打禅座啊 那么这禅座的地点呢 这个是我们北美洲的法师们 开会商量的 就定下来说 我们东岸呢 整个北美东岸呢 就以我们这边到 这个美国的东岸来讲呢 禅座会举行两次 一次在六月 一次在八月 那六月那一次呢 是全部以英文进行 八月是中文 我们有一个禅座中心 在纽约路野院 那么这个日期 如果到之前 其实我之所以要办一日禅 就让大家 从每周两个小时的禅座 到可以有一天的禅修 然后到你做好 这个基础准备呢 然后你去参加打禅期的时候呢 也不至于太辛苦 所以我帮大家把这个铺牌好 那这个是我只是举例说 这个禅座的课程 但其实课程这部分是基础的 另外初期班的这个上学期 还有佛学名相 那这个名相的课呢 就是一部分我讲 一部分呢 是要就请大家一起来看 大师去年在台湾讲的 佛法争议 这一套DVD 那么由星云大师亲自讲 他对于我们常讲的 这些佛学名词 但他有什么样新的启发 所以是有两方面合并的 这样子做的 那终极班呢 就是绝签法是要讲这个 按照大师写的一篇论文 中国佛教它发展的几个阶段 提出来是从教史上来看 尤其是进入中国佛教 去年是讲印度佛教 印度佛教史 那今年就讲中国佛教 因为他在大学 他的博士的这个研究方向 是佛教史 特别是中国的部分 那么另外我这一边 去年金刚经没讲完 所以今年呢 在上半学期 就要把金刚经讲完 但一共也只有试讲 所以我还是争取时间 就不像以前写版书 那么在准备这个PowerPoint 可能可以浓缩一些时间 进度比较掌控的好一点 因为上半学期 一定要把它讲完 那另外下学期 终极班就是 我跟妙目法师 分头要 它有两段 就是前四个星期 后十个星期 那么有两篇的 这个人间佛教论文选 我们想选出 最近其实在台湾 在大陆 那么举行过几次的 人间佛教研讨会 就学术会议 那么这些教授学者 他们研究整个人间佛教的 在全世界的发展 那么他们提出的一些 我觉得 就是说 我们学佛的人 你除了是学佛法 还有自己的这些 不管禅修 课颂的学习之外 要关心佛教发展的 相关的这些讯息 那么有专家学者 帮我们研究好 我们就是研读他就好 只是说 诺文很长 我们就有法师们 先读过 当然也会先发给大家 就中级班的学员 会先收到 有email就用email的 总是要先行阅读 之后我们再 跟大家一起来 这个阅读 就是这方面 那我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因为会开法师呢 他在人间卫士 讲了这个生死学 他还在人间福报呢 就是有专栏 那现在已经收集成书 但是书厚厚一大本 那么总之呢 这堂功课是我 负责要消化它 然后呢 以会开法师的 他这个DVD呢 一共就是上下两集 四个小时吧 那我要怎么样去 截取出来 那么在上课 中级班的时候 跟大家一起学习 这样 那这个就是 中级班的下学期的 所以就不只是学经啊 什么这样子 就是要带入自己的思考 其实 是 那另外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我们说 中间它有两个月 我们是以读书会 的方式进行 但这个读书会呢 我要严明在前 不是说你读读就没了 是要交作业的 而且这个作业呢 就是说我们会设计一张表格 你研读你今天选的哪一篇 尤其你看我们金月满堂 这个教科书 十大topic 是个主题 然后每一个主题呢 有十小册 对 每一小册有十课 都帮你把它解释好 怎么都做好了 好多准备 那么我们共同去阅读之后 你读哪一篇 或者说我除了这个 金月满堂教科书之外呢 我还选了几部电影 就这两个月里头 有三部影片是有关环保的 你至少要选一片 我会公告在这个各个上课的区 我们有三个学区嘛 就是道场啊 万景佛光园 瓦特勒佛光园 我要公布啊 哪一天播放哪一片 你们选这一片的 读书会的就回来看 要不你也可以借回去 但日期要错开来 那三片环保的影片 你至少选一片 另外有三片 是有关人生一些命题 你得要去思考的 去选一片 我有几个系列让你选 那么这两个月之中 你至少 至少至少有两部电影要看 然后金月满堂教科书 这个读书会专门设计的 这个教材 你要选几课 但是你每一次阅读 或者欣赏完影片之后 大家一起讨论 这一片在讲什么主题 这里头进一步的 这个思考哪些 那对我的影响 启发又什么 怎么整整 写下来的 那写下来最后 是有一个汇报会 还怎么样 当然其实我们读书会 我相信这二三十个读书会 就是大家收集回来 那我们法师们看过之后 可能要选几个呢 是有一个发表 这个发表也可以是在 比如说我们是六月 七月是读书月嘛 对 那么可能是在这个读书月 结束前就发表 然后在发表之中呢 再选出几个 就法宝节的时候 可能选出三组 出来发表 这样子 那另外为了读书会 我们还特别安排 你看今年其实做好多功夫 为了打禅七呢 就要想办法 把大家送到我们的 纽约的这个路野院的禅修中心去 安排不同语文 这边要打一日禅 那为了读书会呢 我们特别跟台北的 人间佛教读书会总部 申请他们的专门培训 这个召集人 各读书会都有召集人 专门培训的老师们 要来多伦多 帮我们安排三天的培训课程 所以做很多功课的 是是 其实像去年我们有个 至少我是有一年的 读书会的召集人的经验 但是呢就是自己在摸索 那其实做的也不太好 那我相信有这个 培训会更好一点 是好多的学习机会 你看我们说着说着 我就发现时间原来不够的 对是 那剩了这么一点时间 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除了佛学课还有什么 佛教读书会之外 还有才艺班 才艺班可就多了 我这样看 简单看一下都十几个班 太极啊 瑜伽啊 养生舞 书法 二胡 中国节 插花和唱团 少年功夫班 另外我们中文学校 还有一个青少年 就小朋友参加的龙师团 那我这样突然看到 原来龙师团 他们费那么多功夫 一年才收二十块 哇 那真是 哦 所以小朋友又可以强身 又可以学礼仪 然后又可以认识好朋友 又可以充实生活 对 其实到佛光山来 我们想学佛也没有那么枯燥了 不是说只是坐在课堂上 你还有很多兴趣爱好可以加入 是是 不同的学区又开不同的班 所以欢迎大家询问 好 那我们在这里面 把我们的佛光山的联系方式公布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我们的email是 info at fgs.ca info at fgs.ca 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ca www.fgs.ca 好 听众朋友们 本次节目到此为止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有了信仰 前途有望 有了信仰 生命有靠 人人一盏平安灯 普照世界放光明 新春平安灯又叫福田灯 有迎新春那吉祥的好彩头 多伦多佛光山将于3月20日农历2月初一上午10点举行平安灯圆灯法会 祈愿以功德回向大众 平安吉祥 家庭圆满 佛光普照 社会和谐 欢迎和府为临 碾香祝导 同瞻法意 查询电话 905-814-0465 905-814-0465或浏览网站 www.fgs.ca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寒冬渐渐进入尾声了 春天就要来了 没错 春暖花开的确是个令人心旷神医的好消息 我还有更好的好消息呢 那就是多伦多佛光山人间学院 山岳祖即将要开学咯 除了佛学班 禅作班 还有各项才艺班 像是太极 瑜伽 书法 插花 养生舞 合唱团 还有少年功夫班等等哦 佛光山人间学院是您全家心灵的加油站 欢迎报名参加人间学院 详情请假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 星云大师开创了多伦多佛光山 位于密西沙加市 6525 Milk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假 905-814-0465 905-814-0465 本节目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共同制作 佛光山佛光会与您一起共创幸福人生 本节目由多伦多佛光地震